那么这里提到 弥勒日巴的本尊法 跟弥勒日巴的走火法 跟这个 多谢帕姆 多谢帕姆的这个走火定 多谢帕姆的走火定 其实走火 走火定没有什么不同 走火就是走火 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地水火 水呢 水的精华 叫做明点 火的精华 就是走火 密教里面 把它作为五轮 七轮 这样子去修 跟中卖 所谓气 比喻成为汽车 车子 所谓卖 就是道路 所谓 红名点 就是走火 白名点 就是白菩提 就是货 就是货 你利用气 在所有的道路上行走 在脉上面行走 运送了着火 跟明点 去打通你身上 所有的脉轮 中卖 跟所有的脉轮 那是 圆满赤地的修行 最后才是 深化红光 就是化红大法 化红大法 那就是最后 那我们呢 只利用气 去吹走火 升起明点 然后由走火 再去 触动明点 让它变成 菩提心业意 二者融合 可以开悟 这是一个要解 至于密勒日巴的走火法 跟这个多切帕姆的走火法 其实 没有什么不同 大同小异 很多师父教走火法 也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是大同小异 不管那些是红黄白花 这修行 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大同小异 走火法 是大同小异 明的日巴的走火法 跟多切帕姆的 金刚骇姆的走火定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大同小异 如果有差别 只是小小的差别 跟大家讲了 莲花红明问的 那修行 一定有子弟 先修 升起子弟 再修 圆满子弟 不能够 跳过去 因为 跳过去 很难 成就 例如我们盖大楼一样 也是一个比喻 你先盖第一层 没有先盖第十二层的 哪里有从空中盖下来的 从第一层再盖第二层 再盖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到成为101层 101的台湾101大楼 没有说中间隔开的 中间隔开就完了 一楼没有盖 你先盖二楼 哪有这回事 没有那个基础 你二楼盖不起来的 盖房子也是一种比喻 修行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来 千万不要说 我要先写大法 一开始我就先修着佛 那还是不行的 很快乐 你不能说 我们修行 那是什么 那个 很快乐 就失败了 我轻联了 我轻联了 我戴了 我轻联了 我轻联了